表姐谈了个富二代 在奢侈品二手店实习过的 我对表姐说 她带个表是假的 让她留心眼别被骗了 表姐忍痛分手 嫁了个普通人 后来看见富二代开着跑车 带着女友买奢侈品 表姐后悔莫及 她怪我阻挡了她的荣华富贵 伙同富二代把我卖到山区 我被打残虐死 重生回到表姐带富二代见家长的时候 看着各怀鬼开的众人 我摩拳擦掌 这辈子该我主动出击了 弟妹啊 你看看小冯多成功啊 家事好不说 自己还特别上进 名下好几个公司 还投资好多项目 卓名工资那么低 女朋友都分手了 实在不行让小冯安排个工作 大姨阴阳怪气的给舅妈说 大姨和舅妈都是争强好胜的性子 之前比孩子学习成绩 长大了比工资高低 现在比婚取对象家事 表姐谈了个富二代男朋友 这次家宴渐渐长辈 大姨已经需要半天了 小妈也不甘示弱 哎 现在好多人都装大款 我听说可以租车 连衣服手表都弄足 安亲 你不是在奢侈品二手店工作过吗 给我们现场建议下 小冯的什么劳力事 看看真假呗 众人把目光都转到我身上 表姐男友冯良 眼神明显慌望 重生回来 我压下胸泳恨意 抬起头羞懒一笑 舅妈 你可别为难我了 我虽说在奢侈品二手店实习两个月 但是奢侈品都没摸过 平时都是做些端茶倒水 打扫卫生的工作 冯良微不可查地嗖了口气 上辈子我戳穿了她的假面目 却被表姐一家怀恨在心 这辈子 你们想敲火坑 我就帮你一把 再说 汉姐夫一身爱马仕西装 一看就是成功人士 这款劳力是绿水鬼手表十多万 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就是平时戴着玩的 哎哦 对于我隐隐的恭维 表姐一家和冯良很失受弱 冯良看我没有两把刷子 又展示了她的饭丝折袖扣 爱马仕西装 还详细介绍了她的跑车 大姨一脸欣喜 舅妈脸色难堪极了 瞪了我一眼 弟弟骂了句 窝囊费 我端起果汁喝得开心 窝囊费好呀 我但凡有能力 不就拦着表姐一家 奔向幸福了吗 上一世 也是这次家宴 大姨设宴 让我们见见表姐男朋友 说是见恋 实则炫耀 如这是一样 舅妈拉我现场见别真假 我就指出几点艳品的痕迹 还让冯良去店里看看 别被骗了 饭后 我劝表姐 小童姐 我看你这男友八成是骗子 当时爱念子 我没有说太多 她那表就是假的 还有那车 我见同事也扶过 车牌都一样 你别被她骗了 表姐一心想找我有钱人嫁了 被当面戳穿脑羞成怒 立马找了男友对质 最后两个人不挂散 表姐本来犹豫要不要分 无意中看到冯良陪一个女人吃饭 留情秘密 一看就是劈腿了 她俯速分手 相亲认识一个普通打工族 很快结婚 婚后生活虽说普通承反 但是也吃穿不愁 可是对于兴气高的表姐来说 却是不满足 偶然逛街的时候 看到前男友冯良开豪车带女友 进了奢侈品店购物 看到他们满在了龟 幸福甜蜜 表姐就回到当初 还偷偷联系上了冯良 两人一来二去 又偷偷联系起来 冯良说之前生意都转不开 还带了假表 现在生意好了 住豪宅开豪车 30万以下的表都不带 还夸表姐的脾气好 虽然谈了女友 但是依然爱她 表姐说都怪我否定冯良的实力 阻挡了他们的幸福 但他们错不彼此 他们把过错都推到我身上 说要给我点教训 冯良表姐一拍即合 一个人约我爬山度假 一个人找好了买家 就这样 我被卖到了山区 为了防止我逃走 买家先打断了我的腿 他们为了让我生孩子 夜夜折磨我 我反抗 他们便狠狠地打我 最后我手脚拒断 泪骨舌了几根 耳朵失聪 如畜生般生活在这圈里 两年后死于一个寒冷的冬天 不怪他 还嫌卖少了 看我爸妈全摸个地地寻找我 还假惺惺地安慰我妈 安庆这孩子 怎么不懂事呢 就是别人私奔 也得给父母报职安啊 他们坏人作劲 还不停败坏我的名声 好在我重生了 这辈子 我要改写结局 我们所有人的 送走冯良 就妈一家拉的脸也走了 表姐拉住了我 安庆 冯良的手表你看了吧 你跟我说实话 是真的还是赢品 她自己内心也不坚定 两辈子都想从我这得到肯定打 我两手一摊 小童姐 姐夫的手表 我摸都没摸到 况且 我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实习生 如何能分清真假 戴一改刚才的嚣张 也哄着问我 你怎么说也是在奢侈品店实习过 见得比我们多 衣服 手表 车啥的 你见过有人租赁吗 看来大姨听见就妈的话了 你们为啥怀疑姐夫啊 我面露不解 王小童若有所思地说 平时交往 我们出去吃饭 也是家常菜馆 逛街什么的 也没带我去过奢侈品店 所以我也怀疑 看吧 你自己也怀疑 冯良是不是真的富二代 上辈子我告诉他 冯良带的是赢品 他分手后依然不死心 所以 一个人永远相信他认为的事情 不论真假 可是 我为你着想 害你被骗 你却恩将仇报 拿着我的卖命钱 一边坏我名声 一边看我妈笑话 你们可有片刻不安 所以 这一事 你们好好活着 就是我圣母 小童姐你真是少见多怪 没听说吗 穷大方就说了咱们 不把钱当回事 最后也没存在钱 越是有钱人 越是空门 不然 人家能身家千万吗 大姨表情力拿好了 安琪说的对呀 越是有钱人 越是不舍得花无用的钱 他们把钱都花在刀刃上 你没听冯良说 她的钱都否资了吗 王小童脸色也好了 认可我们一般点头 可不 上次我还见老板点了外卖 没吃完的米饭 还带回家了 真不由咱们大方 冯良说 吃多了山珍海味 真是腻了 和我吃路边摊 还说有嚼果气呢 傻丑 骗你那么明显 你却还自我编织梦姐 小童姐 你可得抓住金龟婿呀 说不得咱们这一辈 你将来过得最好 我恭维她 你们赶紧锁死 省得出来 祸祸其他人 家园后 表姐和冯良的感情日益提升 不是炫耀坐着豪车出去都疯了 就是炫耀好男人下厨 给她做饭了 不是去考察项目 就是见哪个老总朋友 朋友圈全是高端圈层的生活 家族群里更是不停地炫耀 大姨对我妈和周妈显摆 小时候给小童算卦 算命的说小童富贵令 你看又顾家又会挣钱的好男人 就被小童找到了 自从破圈 见识了有钱人后 表姐开始看不上普通人的生活 工作不上心了 同事关系也不维护了 特别享受大家追捧的感觉 看我熬夜做方案 她附着面膜教育我 安亲 你上学就知道死读书 工作了也是没心眼 女人啊 婚姻就是第二次投胎 你从不提升你的圈层 哪能掉到金龟婿 小童姐 我就是劳碌命 干啥都得靠自己 不像你豪门阔太太的命 你的福气在后头呢 我开着视频 继续改方案 那是 冯良说 要不是怕我在家待着无聊 我早辞职了 我跟你讲 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你永远攒不了大钱 要我说 还得会投资 表解一本正经的指点人生 我一听就乐了 冯良铺垫了这么久 终于下手了 他就是一个诈骗犯 把自己包装成收个精英 又骗感情 又骗钱 哦 投资 听说股票市场低迷 好多股民都亏了 我装作谨慎又感兴趣的样子说 嗨 那是他们没有好的项目 我上次跟着冯良投资两万 这才多久 就挣一千 是吗 要不就说小彤姐并好呢 你投资的多 说不定一个月的利润 比我的工资都高呢 周延利尔 你嫌他阻挡你的富贵 糖一剔双好吃 却能让你命 就这样 在我花式吹捧冯良的实力 和表姐的好命 已经拿出投资成功案例后 表姐打消最后的疑虑 和大姨开始大胆起来 过不了多久 大姨和表姐又开始在家族群里吹嘘 跟着冯良投资 挣了多少钱 舅妈问我 安置 小彤说她男朋友投资挣大钱 别不是骗人的吧 舅妈蠢蠢欲动 又小心求证 想到上一世 舅妈和大姨志气 把战士顶到我身上 在我失踪后 更是不管不问 我就帮忙 对舅妈闹得鸡犬不赢 这就再也不敢陪着找我了 在他心里 我们仅仅有续缘关系而已 要帮忙的时候 躲得比谁都远 舅妈 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哪有什么见识 这是你自己定着行了 那你妈会投资吗 舅妈打开消息 我妈手里有点钱 看表姐和大姨这个钱 我们也会投点 我当然会让我妈跟着投资 不为别的 就为了恶心他们 我让爸妈拿出了五万 舅妈他们拿出三万 投资了逢良的项文 我妈私下问我 钱打水漂怎么办 在他们没看到大钱前 一定会让我们得到甜头 几次获利后 鼓动我们投入全部身家 还是他们的目的 一个月后 我们得到两千的盈利 舅妈得了一千五百 他们让我们再投 我装作兴奋的样子 说再投五万 还说这次挣得多 我会拉上同事闺蜜一起 乐得逢良里的大嘴 好爽了 请我们吃个大餐 我妈拉着我的袖子 小声道 怎么感觉不靠谱呢 别打水漂了 坐在旁边的大姨不乐意了 我说小妹你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信任小冯 小冯和小童马上结婚了 以后都是一家人 要不是逢良心善 说一家人相互帮衬 不然我才不拉上 你们一起挣钱呢 妈妈嘴笨 从小被大姨压着 看到大家投来的目光 当时不知道如何说了 我妈这不是没投资挣过钱吗 担心也正常 这次要是还能挣钱 妈 你也介绍几个要好的姐妹 投资姐夫的项目呗 姐夫 我妈她好多姐妹 平有钱的 这次能回本回历 那群姐妹眼见为食 一定会心动的 画大饼谁不会啊 只不过之前 我不屑把职场学来的这套 用到自己家人身上 可是见识了他们的自私无情 我现在画起来不仅流畅 还特别生动 冯良果然兴奋无比 一个劲的说好听话 这顿饭吃得兵煮尽欢 果然 一个月后 得五千的利息 舅妈追加五万 也得了四千的利息 姐夫 本金先给我退回来 我把这个到账信息 发给我身边几个朋友 做做宣传 一听有客户了 还没吃完饭 我的本金就到账了 冯良在饭桌上 一个劲的鼓动 大家多投点 存了时间长点 舅妈难掩兴奋 和大姨的关系 怒火速好了起来 她不仅没有回本金 说回去和舅舅商量 再借些钱投资 大姨也热血沸腾 表示再去贷点款 回去的路上 我妈不安的问我 安亲 你真的打算继续投资吗 还要帮冯良拉客户 我跟你说 你要投也可以 但是不能投太多 如果钱收不回来 也不影响咱们的生活 但是 千万不能拉朋友投 万一亏了 以后朋友都没法做了 妈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不打算投资了 也就是这两百挣钱 以后真是说不准 可是大姨不仅投了 全部存款 还打算贷款 不行 我得劝劝她 妈说着就要比大姨打电话 我立马抢走了我妈的手机 即使大姨和我妈关系一般 我妈也不会眼睁睁 看着大姨被骗完 但是 我不想因为我们的善举 落得家破人亡的局面 所以我把前世的事情 被我妈说了 本以为我妈不信 谁知道我妈听后哭了半夜 我就说 为什么看到冯良 心里就不舒服 最近夜里总是睡得不安生 总是梦到找不到你了 原来真有前世今生 卓荣云 王小彤 冯良 别想让我放过你们 我妈边拿刀斗线边 恶狠狠地说 舅舅不同意投入太多钱 舅妈眼红高额的利息 偷偷把家里的存款都投进去了 而大姨更疯狂 这辈子所有存款投进去不说 还让表姐贷款50万投进去 听到我们不投钱了 大姨一个劲地嘲笑我们 蜀木村光 而表姐更是三天两头找我 替冯良用税 表姐 不是我不投 实在是没钱了 我这不是创业吗 钱都投进去了 还想着能不能找你借点 毕竟姐夫是有钱人 安静 借钱可没有啊 你也知道 我们的钱都投资了 利息高着呢 我傻呀借点你 你要是借钱 不如去银行借钱 算了 实在不行 不把家里房子卖了 趁年轻 好好搞钱 你真的打算卖房子 不怕血本无归 表姐貌似说着我的问题 其实是在说她的问题 听我妈说 最近她娘俩 因为要不要卖房子产生分歧 大姨是铁了心要卖 表姐反而一点担心 房子是不动产 是死的 不流通 只有流通起来 还能钱生钱 我不动声色地解释 哎 你说这话和冯良一样 看不出来啊 你这笨脑子挺有魄力的 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你看看 雷有钱人对手未尾的 表姐若有所思 我知道 离她倾家荡产 就剩最后一步了 两个月后 表姐他们搬家 我们都过去庆贺乔迁之喜 我妈八卦 卓鲁运家跟着冯良发了财 我肯定的摇头 怎么可能 一定是非案前最后的炫满 上辈子我对冯良卖时 听到他和人聊天 吹自己又骗了多少钱 又有几个钱在客户等不出来 这辈子他的套路 和杀猪牌一样的流程 他们搬家 证明房子已经卖了 因为我投了两把收手 冯良不死兮 怂恿表姐出头 表姐看着我 皮着粘了八基的水果 翻着白眼嘲讽 喽 安庆 怎么说你也是大老板了 怎么把几年前的衣服穿起来了 也不拿点贵的水果 这豆子破烂 也好意思提过来 小童姐 你可别嫌弃 你不知道我现在多穷 连房租都快拿不出来了 愁死我了 这点水果是我最后的钱了 你不要我提回去 我可好久没舍得吃水果了 一会儿 你得给我拿几块钱零钱 坐公交车回去 表姐真的难以置信 连公交费都没有了 我说你安庆脑子本 果然是不开窍 你姐夫这项目多好 稳赚不赔 你这脑子 创什么业 创得血本无归啊 冯良装作痛心疾首的劝解 安庆妹妹 现在创业艰难 尤其你还年轻 没有经验 没有资本托底 很容易倾家荡产 我打着哭腔 那怎么办啊 这样吧 你公司关了 听你姐说 你家有两套房子 你卖了投资我手头的项目 保准比你创业强 她还不死心 看来私下里做了不少功课 可是 可是 我家房子已经卖了 我没想到 把我爸妈的养老钱都赔进去了 老了老了 我爸妈连的房子都没有 跟我租地下室 什么 房子已经卖了 冯良尖叫起来 嗓子都劈叉了 对 全卖了 两套都没了 我掐了一把大腿 开始哭起来 我妈也跟着抹眼泪 冯良正弄了好久 最后脑木的运全都砸着腿 就像她损失了几百万一样 如果卖了投给她 可不就是她的吗 表姐息怒我败家 大爷冷嘲热讽 舅舅关切地问 小妹 你们卖房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也没说呀 我妈问声问气地说 哎 安晴脑子一热要创业 我们也拦不住 头路多 想不如你们借钱 但是大姐说钱 生得高的利息呢 为了不耽误 你们赚钱 我们就把房子建卖了 你们手头也不能 没有一份钱啊 年龄大了 买个东西上趟音乐 都是钱 舅妈一个进得拉 舅舅的袖子 看她准备要转钱给妈 焦急地说 妹妹妹夫不是还有退休金吗 不用你靠心 对 孕月有点退休金 勉强够我们租房生活 在舅妈的阻挠下 这就这些了 就给我们的心思 因为我的倾家荡产 血本无归 大姨心情大好的宣布好消息 表姐怀孕了 表姐和冯良也整得结婚了 过段时间就办酒席 这是冯良给表姐准备了分房 我妈皮笑肉不笑地祝货 舅妈三不溜秋地参观别墅 表姐小鸟一人的威衣 在冯良身上 冯良心思还在 这妈舅舅身上 一个劲的介绍项目 鼓动他们继续投资 舅妈心动 也想劝说舅舅卖了房子投资 被舅舅骂了一顿 看实在榨不出油水 冯良就借口 我卖掉两套老房子 在一处居住环境更好的楼盘 给他们买另一套 剩下的钱的确也是创业了 但是创业不是血本无归 而是蒸蒸日上 上辈子 我就想创业做这一项目 但是一直谨慎胆小 没敢卖出那一步 后来那个项目火爆 我错过了风口 这辈子 我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还要让人生不留遗憾 给父母一个警绩婉言 在我有意无意的捧杀和怂恿下 表姐和大姨卖的房 全部身家压到了冯良身上 自从乔迁后 我每天干净十足 同事还问我这么美自己 是不是谈恋爱了 谈恋爱哪有仇人下场凄惨 更让人大快累习 果然第二个月 家费群里就炸锅了 起先是冯良联系不上了 说是去外地出差 回来结婚 表姐还在选婚纱和酒店呢 别墅来人收房租 表姐和大姨猛了 别墅是冯良的 怎么还交房租呢 业主说了 这房子是我的 租房那小伙子说 第一个月手投紧 先交一个月 第二个月就交一年的 一番合同 签合同用的是表姐的身份证 和电话号码 表姐大吵大闹不相信 业主不耐烦地亮出房本 表姐还意识到受骗了 多天联系不上人 这才发现同样人间蒸发 连手机号都做销了 意识到钱合不来了 大姨当场运了过去 舅妈也投资了几十万 要不回来钱 便天天去订阅闹大姨 说他们女婿得赔钱 大姨一家 连住院都是刷的信用卡 哪有钱还 说没有结婚证 又不是一家人 在说了投资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逼着就挖投资 两家人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与断绝关系结束 双方都报了警 可是冯良都是假名字 没有任何有问的消息 大姨让表姐打开 说诈骗犯的孩子不能拢 可是表姐却依托再托 我知道 她内心还在幻想冯良不是骗子 而是有难言之意 什么豪门相争 竞争对手残害等戏码 想得等她归来 看到自己生下孩子 更能顺利下进豪门 表姐哭哭啼啼 大姨让我和我妈 劝说她把孩子打了 好在找人结婚 这怎么能行 普通日子怎么配得上你的野心 我和我妈对视一眼 我妈叹口气 大姐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呢 看到我妈撑腰 表姐立马只冷起来了 对呀 我都感觉她踢我了 我不忍心留掉她 大姨气急败坏 生下来也是个孽种 有诈骗犯的爹 这种能好到哪里去 表姐反驳 我不相信冯良是骗子 他一定有苦衷的 说不定很快就回来 如果我把孩子打了 他怪我怎么办 不和我结婚怎么办 不管 我一定保护好冯良的孩子 咱家哪有钱养孩子啊 房子存款都被冯良骗走了 银行还带了几十万 怎么还 大姨清醒了 可是沉迷爱情里的表姐 却还沉迷 提到经济问题 表姐把目光投到我们娘俩身上 小姨 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困难 没地方住 欠了那么多钱 你们收留我们一段时间吧 等冯良来了 我会报答你的 大姨也殷切地看着我妈 我妈咬紧牙 要不是为了今天看热闹 她是一眼都不想看到自私的娘俩 我怕我妈忍不住 率先开口 表姐呀 不是我们不想帮忙 实在是我不争气 我家房子被我拜没了 他们的养老钱也被我投资公司了 现在我们一家挤在地下室 地方小布说 还一暗潮湿 你这怀着孕 孩子将来有点好歹 后悔来不及了 表姐眼里的光熄烈了 她自负清高 从小家境还可以 没吃过苦 住地下室想都别想 再说 大姨和姨父也有退休金 他们年龄也不大 你们可以做些工作 我一直觉得姐夫不是普通人 说不得现在是有个坎 也是证明明情比金尖的时候啊 等姐夫归来 定会发现你比其他女人都好 表姐眼睛亮了 安庆 还是你懂我 我就是这样想着 我总觉得 这是考验我的时候 低谷实践人品 我越是耐心等她 越被她相信 我不是冲她前去的 对呀 我最近熬夜刷小说 就是你这个情况啊 真的是患难见真情 柳暗发明又一村 我激动地给表姐和大姨 推荐了基本总裁归来 神龙坠续的小说 表姐红光满面 我知道 太成功把自己带入总裁交期了 有些人 总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你脱开残酷的真相让她清醒 还怪你多管闲事 大姨在医院有个闲着 带着老发镜刷了几部总裁小说 也开始支持表姐生下孩子 嫌弃我家住的地下室 又和舅舅一家断交了 所以他们开始重新奋斗 姨父找了看大门的工作 大姨做起了家政 表姐自从觉得嫁入豪门后 便辞了职 现在又回到了职场 挣的钱一些还了银行贷款 一些用于租房生活 日子苦不堪言 舅妈奚落他们 平时不是有钱人自居吗 怎么还租房生活了 豪门丈母娘 还要做这些低贱的保洁吗 大姨受不了气 当场和舅妈扭打起来 被拉开时还气势汹汹的对吗 你狗眼看人低 咱们走着瞧 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谁笑到最后都不会是她 在表姐生下儿子后 冯良仍旧任有消息 大姨没法工作 在家照顾孩子 少了部分收入不说 奶粉 药不湿 就和一个寡妇好上了 连家都不回了 单靠表姐那点工资 大姨开始动摇了 看着曾经寄予希望的豪门血脉 每天都在自我怀疑和自我打气中徘徊 而我的公司进入了正轨 以爆发式的速度增长着 我每天忙着像陀罗 还要经常出差一谈合作 这天我出差 请的四家侦探传来了冯良的消息 上辈子我死后 灵魂看到冯良 曾经在一个小山村待过很长时间 我怀疑那是她的藏身之地 便把知道的信息给了四家侦探 看看能否找到她 果然 看到照片里的冯良 真正的秦山 我开怀地笑了 她摘了一字旷眼镜 发型也变了 剃掉了胡子 整个人和以往不太一样 要不是这人上辈子害了我 我日日想的报仇 可能都认不出来 这是一个偏远的山村 冯良自从骗完前后 就一直窝在这里地覆 照片里 她抱着一个五岁的男孩 一个女人提着东西 三人说笑着 好日子过了这么久 也该到说往的时刻了 表姐收到临风云云信 说冯良失忆了 想不起自己是谁 希望家人去找回来 里面是冯良失神正愣的照片 还有地址 小说的剧情照进现实 哪个梦想 自己是女主角的人 能不激动慢分 来不及和大一戏说 请了假 直接奔赴她的秦郎 经过两天 高铁转火车 又转汽车在做魔的 终于到了小山村 迎接表姐的 不是失忆的秦郎 而是有孩子的爸爸 表姐想起 自己一个人辛苦怀孕 仍然上班 他却媳妇孩子热炕头 想起自己没了房子 没了钱 为他背负一身债 他却躲在世外桃源享乐 想起儿子生下来 从没得到爸爸利私关心 他却陪着儿子 上山抓去下河补瞎 表姐疯了 疯狂地打冯良 骂他诈骗犯 骗了他钱和感情 村里人都围来看热闹 冯良怕泄露身份 拉着表姐回家 在家里争吵推操中 表姐打伤了冯良的儿子 表姐直言 回去就要报警 一定不会让他逍遥法外 冯良惊吓之下 打约了表姐 为了自己以后的安慰 冯良连夜联系了卖家 第二天晚上 卖家就开车把表姐带走了 看着对方发来的消息 上辈子被拐卖的恨意 在这一刻也贫富大半 表姐这次被卖到家 有三个光棍的人家 父亲和两兄弟 共同拥有一个媳妇 表姐的日子 比我上辈子还要凄惨 知道表姐要去找冯良 大姨又开始嘚瑟起来了 仿佛豪门的日子 只日可待 对待孙子 都比以往更为上心 一个邻居知道 大姨家带着孩子不容易 平时都会接近一二 把自家孩子穿小笔衣服 不玩的玩具 洗干净送过来 这天刚带来几件小衣服 大姨憋着嘴 把衣服转手 跟到垃圾桶里 依仰怪气的说 有些人没钱还爱装好人 什么破烂也让我们要组穿 要组他爸是富豪 我们孩子将来 都是要穿名牌的 那个邻居气得不行 拿起衣服扭头就走 大姨开始在小区里 嘚瑟起来 跟大家炫耀 孩子爸是大老板 马上回来 带一家人坠笔树了 可是嘚瑟了一周后 联系不上女儿开始慌了 联系女儿公司 发现女儿也没回来 还因为无故矿工被开除了 大姨又开始联系我 哭诉她的不容易 一个人带娃 还没有收入 女儿又离消息 让我帮忙找找 我问她 大姨 表姐不会对人私奔了吧 是不是不想 辛苦咬孩子了 丑个里又骗你呢 大姨骂我 你个黑心干的 你姐有豪门女婿 怎么可能和人私奔 你在污蔑她 小心我告你 你也知道这是污蔑名声啊 上辈子 我看你造谣欢得很呀 还找我妈 找她老公 放下身段球救救着妈 让大家都帮忙找找 可是天大地大 几个老人 又如何能找到人呢 半年后 我带着保镖 专门跑去那个山里旅游 远远地看见 瘸了双腿的表姐 被一个男人压着打 等那男人离开家后 我进了村里 假装喝水 躺在地上 拐卖了 你快带我走 我一刻都不能呆了 她爬着过来 伸下一条水迹 吻着一股骚味 冯良不是豪门吗 怎么能看上 卖你的几万块钱 安亲 这一切都怪你 你为什么当初不指出来 她戴的手表是赢品 豪车也是租的 为什么不阻止 我和她谈恋爱 看来她也有上辈子的记忆了 那我报仇 重备让让她了 却没想到 重生回来 她依然把一切挂到我头上 我摘下墨镜 蹲下去看着她 阴冷地问 王小彤 你上辈子合作逢良 卖我的时候 有没有意思心软呢 安亲 我那时候也是被逢良蛊惑了 她说都怪你 耽误我们的感情 真的我本意 不过是让你得到教训 可是谁知你已经被买走了 也瘸了 就是我救你回去 你也不了被人指点 你也生活得不好啊 毕竟那里 你也有丈夫照顾你 我硬侧侧地笑了 我硬侧侧地笑了 是吗 那你挺为我着想的 我看你这辈子 也是被打断腿了 听说你还有三个丈夫 想必更幸福吧 我如果带走你 回去你也会被指点 况且你也三个丈夫照顾你 走了哪有这样的好日子呢 意识到我的意图 她白了脸色 一会忏悔 一会又说自己遗孤 我打断她 重生回来 我就想看看 你对管内的下场 怎么可能就你呢 给你提供消息的运名信 可是我呀 我贴近她 你就在这待一辈子吧 好好享受一期多夫的日平 我站起来 扬声大笑地走了 留下又骂又哭的表姐 我多年的运劫 也在这一刻消散了一半 另一半 还有罪魁祸首逍遥法外呢 芝芝发了消息 鱼儿上钩了 照片是和冯良手牵手旅游的照片 我买了最近的机票 给芝芝发消息 约定了时间地点 我在网店餐厅8号房间 芝芝那边给我发消息 我实施然去了隔壁9号报间 冯良无力地靠在椅子上 有气无力地哀求芝芝 芝芝 你快带我去医院 我感觉不舒服 成哥 我该叫你之前的名字冯良 还是叫你等名秦山呢 芝芝手里拿把水果刀 在冯良面前把玩着 冯良逗大的汗珠顺着脸颊逼下来 你到底是谁 我是芝芝啊 说来咱们是老相识了 我妹是陆小小 为了你的生意 把所有钱投给了你 还帮你带了各种网贷 可是你怎么对她的 你一走了芝 我妹寻找你的时候 被大卡车撞死 你说 你背负了人命和别人的钱财 你是如何心安理得的生活这么多年的 芝芝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有意的 我也是情非得已 谁知道她去找我出了意外啊 哦 哄骗她给你钱 带高利贷 是我妹拿刀在你脖子上 逼你这么做的吗 你为什么不自己带高利贷呢 冯良还在找借口 撇清自己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摘下墨镜 冯良你可认识我 冯良抬起眼皮 仔细辨认 安 安亲 你是安亲 安亲 我没有骗你对吧 你跟我投资 还赚了几千 是不是 你获利了 你快帮我报警 这个女人要害我 咱们今世无仇 可是上辈子 你可害我老惨了 我耽误你发财 你便伙同王小童卖了我 所以这辈子呢 我只有卖了你 这样才不向欠 你们 你们不能这样 你们这样是犯法的 我要报警 我要告你们 芝芝利索 欺照冯良一根手指 你在谋财害命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自己的犯法呢 你就好好享受 一国他乡特殊的待遇吧 也好为我惨死的妹妹赎罪 我和芝芝走出了房间 不多久 就有人把冯良带走了 心中的郁杰彻底消散了 我和芝芝相识一笑 芝芝是我在调查逢良的时候遇到的 她也在分纵调查逢良 于是我联系上她 还有了这次合作 芝芝和妹妹相依为命 妹妹死后 她一度精神错乱 后来才知道仇人的存在 这些年全靠复仇的信念支撑着 阳光灿烂 我们开始拥有新的人生了 回到家后 妈妈红着眼抱着我 我爸跟我说 我妈路上遇到大姨 大姨向我妈要钱 也妈不给 我妈被大姨推倒 碰到了鹿牙子 送到医院 妈 你重生了 我事态着问 妈红着眼点头 紧紧把我抱在怀里 不停咒骂王小彤和逢良 我轻抚她后背 跟她耳语 王小彤被逢良卖到山里 脏欲更惨 但逢良也恶有恶报 被卖到国外 比王小彤更惨 以后你就安心吧 咱们一家团团人员平平安安 安亲 听说你现在是大老板了 这孩子给你养着吧 当你儿子 以后给你养老送中 医院大门被推开 但一抱着孩子就传过来 我妈气得不行 卓如云 你真不要脸 自己的孙子不带 给我闺女 我闺女想要孩子自己生 才不带外人 自己生 还不是又疼又辛苦 看要组长得这么好 白减一半多好 要不是咱们是亲戚 我才不会给你们呢 怎么 不对豪门 训练抱希望了 大姨这一年 艰难抚养孩子 已经到了极限 之前还抱着 女儿女婿回来的希望 现在没有任何阴性 也不打算养孩子了 她送出去 将来万一女儿女婿回来 孩子找不到 送到我们家 不用辛苦 又能随手时 接孩子回去团圆 她的算盘珠子 都我脸上了 还在这桩好人 大姨 正跟你说吧 孩子里要么养 要么送到孤儿院 我们是不会养的 坏人的孩子 血脉象成 我们可不想养出个白眼狼 什么坏种 冯良可是富豪 说你哪天回来了 看你们养人孩子辛苦 一定会给你们丰厚的报酬 大姨还在画饼 只是她这梦 终究是一场空 主角都人去楼空了 哪有回来的时候 我走近她 贴着她的耳朵说 大姨 我爸一巴掌删倒她 女一愤愤坐在我妻子女儿 天天打我们的主意 你再闹 我就告你寻性滋事 殴打他人 卓永云 你我姐妹已经断亲 以后不要联系我 也不要出现在我们跟前 你们是死是活 我们都不想知道 就这样 大姨失魂落魄地走了 听说他到处找说人送孩子 别人都不要 最后 他趁一个天飞 把孩子送到了孤儿院 大姨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我摇摘上门 打了他一顿后 听说他忽然疯了 每天哭哭笑笑 逢人就说他是有钱人 女儿嫁人有钱人 别人看不下去问 女儿一年多了 一性全无 说不定早就不要你这个罢了 大姨受了刺激 河南人对骂 还拿烂菜叶 砸人家的窗戏 我一站路过原来的家 在门口看到徘徊的大姨 看他疯癫的样子 好像在找我们家人 他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住处 还是在原来的小区门口的人 我下车过去 卓永云 你这是干嘛呢 他看到我 浑恶的眼睛瞬间清明 安亲 安亲 你看见小鹏没 他住上蝶树 怎么不接我过去 我戳出手 还没有回答 他惊叉道 姨 安亲 你怎么回来了 你都是腿瘸了吗 不是被卖到山里当媳妇了吗 你啥时候回来的 怪不得他浑浑噩噩 他把上辈子的事情 和这时的敬语 颠倒混乱了 不知道您是真哪个是假 大姨 我早就回来了 这辈子 换你那好女儿 去山里做媳妇了 对了 这辈子 他可是嫁给三个男人哦 过得老幸福了 不行 我得打电话 让小鹏找人把你卖了 真是自私恶毒的人 骨子里永远改不了 我没理他 大步走向我的车 手机响了 是我爸妈出去旅游 给我发来好多照片 看着他们老两口 笑得灿烂的样子 我感觉身上宿命的枷锁 咔嚓碎掉 迎来的是浑身轻松 我端起酒杯 敬此声